自由车车手参加比赛是很寻常的事 不过自己举办比赛在台湾可是头一遭 台湾自由车一个冯君凯 今天就参加了一场在彰化游车手举办的 现实绕圈赛 写下台湾的第一次 国内数一数二的自由车名将 一字排开为这场自由车车手 自己发起的现实绕圈赛留下记录 名枪起跑后 最中间带头冲的是国内名将吴伯红 他这一天扮演的角色 是追杀比尔组的大魔王 看着车手们一路向前冲 投入主办工作的车手们 也从旁体验了平常工作人员 举办活动的辛苦 追杀比尔是这一天活动 最受关注的一组 参加民众只要在限定时间内 追到大魔王乌伯红 就能获得3000元奖金 结果乌伯红就算是再强的名将 也还是人不是铁打的 有几圈还真的被大家给追上 当然活动现场多的是自由车名将 平常他们在场上拼战有点距离 这次他们和民众面对面亲密的接触 也满足了自由车车弥满追星的美梦 六人TV综合报导